飞机当年被设计出来的时候,立刻变成了整个蓝天的霸主,尤其是在战场上,1955年U2被设计出来,之后的几十年,它可以说是名声确起。 U2是一款间谍飞机,主要用来侦查它,而当时的古巴,朝鲜甚至中国,苏联都被这架飞机监视过,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此感到非常头疼,可是却无能为力,因为在当时的科技状况下,对于停留层的飞机,几乎说是完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。 而这款机型的间谍机的飞行高度已经是两万五千米了,是当时其他机型的两倍,因此,在当时,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到它。 这架飞机可以说给这几个国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 虽说间谍机的杀伤能力不是特别强,但U2身上安装了长焦距的航空相机,即便在平流层也可以清晰地拍摄到地面上的画面,而且待机能力还非常长,最少都可以维持九个多小时。 据说只要飞机出动的数量超过12架,整个美国的地图可以说是一览无余,甚至地面上的人在座什么都可以看到,当时最受威胁的国家算是苏联了。 可以说当时的苏联对了对付U2,甚至出动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机型米格19,在三个小时里,甚至用了14枚的导弹,可即便耗费了这么大的成本,苏联也只打下来了一架飞机,这还是在这架飞机本身就有问题的情况之下。 相比之下,中国当时打飞机的能力可就比苏联厉害多了,整个间谍机纵横的年代,中国击落了五架U2飞机,而且还活捉了他们两个飞行员,可以说战绩显赫。 其实,以当时的国家势力,中国其实是比不过苏联的,更何况是面对这种连苏联都奈何不了的间谍机。 中国的确有些一筹莫展,不过这样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,因为中国有一种秘密武器,在使用这个秘密武器以后,别说是间谍机了。 任何的飞机进入中国的岭,欲也没有不吃大亏的,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? 其实说来也简单,那便是中国用导弹偷袭飞机的方法。 当时的飞机和地上的步兵的战斗力相比,肯定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 如果没有一套专门用来收拾飞机的方法,那么地面上的步兵还要不要活呢? 所以,中国有这样的方法,其实也还是条件所迫。 据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部,在1965年的时候,还专门编写了一本《怎么打飞机》的教材给自己的民兵使用。 上面详细地写了一些,关于如何把飞机击落的射击方法,进行全民培训,其中教步兵如何击落飞机的。 当然,步兵击落飞机的方法,自然要受到一些限制的。 比如说能够击落下来的飞机,便只限于送上门的飞机。 送上门的情况包括两种。 一种是战斗机向地面扫射时候,会有个俯冲扫射的过程。 而这个过程就是击落飞机的最好时机。 第二种是双方战斗机在户,枪厮杀的时候,在白热化的阶段,一定会出现越来越低的情况。 而这便是步兵最好的下手时机。 除了对于这些情况的说明以外,对于步兵如何射击,瞄准等等的方法,都有详细的解说。 可谓是武力值不够,就用智慧值来凑,有了这么多的训练和投机取巧的技巧。 中国比苏联会打飞机,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吧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